大家好,咱们继续学习内容框架 好,咱们看第19个内容 是模板中的URL 咱们点开啊 点开,咱们点开看一下 然后呢,怎么生成URL 怎么在咱们对应的模板里面的生成URL啊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使用URL的一个 URL啊 第二个呢,咱们可以使用Action 第三个呢,可以使用Root 第三个呢,它们什么意思啊 URL呢,是通过路由中的名称的生成URL Action呢,是通过指定的控制器方法名 生成的对应的一个URL Root呢,是通过路由的别名生成的一个URL 好,咱们呢,分别用代码来演示 来演示一下 然后呢,咱们就能理解了 好,public写个函数 叫方形 写个名字 写个名字,就叫URL Test 在里面呢,咱们Return 直接测试嘛,对吧 在里面写一个 嗯,我是 是URL的测试点 测试链接 好,这个呢,咱们呢,给它加路由 为了方法加路由啊 写过来 写过来之后呢,然后呢 这叫URL Test 这个,这是路由名称,对不对 然后呢,给它起一个路由的一个别名吧 好,这个也别写错了啊 这是控制器,加函数名,好 然后呢,咱们接下来呢,起一个别名 叫AS,对吧 加个逗号 起个什么呢,就叫URL吧 好吧,这是别名啊 这是别名,这个呢 这是路由的名字啊 这是路由的别名啊 好,那,咱们呢 咱们距离在哪写呢呢 是不是在这摸板文件里面啊 摸板文件里面啊 摸板文件里面呢,咱们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想要把它生成一个A标签 咱们怎么来生成了,来看一下 A 好,在这里面呢 HRES 没有加空格是吧 等于 冒号冒号 这个地方 好,来,咱们在这里面,咱们怎么写啊 比如说,我要用这个 URL函数了啊 叫URL函数 URL函数呢 它是通过啊,通过路由的名称 咱们路由的名字叫啥的 来,咱们回过去看下路由 是不是这个URL test 就是他呀 对吧 就是他 然后呢 咱们这里面呢 给他 给他放就不行了 它又是URL的 Test啊 加一个代引号 加代引号 好 加完之后 加完之后呢 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就叫URL 就叫URL吧 咱们看他摸完文件买了什么东西是吧 好,来,刷新 刷新的摸完文件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可以点一个小手啊 可以点击了是吧 我也点 诶,他就跳转了哪个地方 他就跳转了哪个地方 是不是直接跳转了URL test的这个路由上面了 模式URL的车子链接 对不对 啊,这种方法是可以的啊 这种方法可以的 这是一种方法啊 咱们呢,换行一下 咱们搞第二个啊 好,来,咱们继续 空格HREF 好,在这里面咱们呢 再写,再用一个方法啊 再用一个 再用一个什么呢 啊,咱们不是URL了,是吧 咱们呢,换一个X X呢 X啊,它通过指定的控制器方法名生成的一个函数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咱们的,咱们的,呃,控制器的名称 来来看一下 直接拿路由里面了,正了不行了吧 对吧 控制器和方法名来生成的 来,咱们看一下 直接把扔到这里面 我不是撑了吧 啊 然后,在这里面,咱们就叫X 这时候再刷新 来,我一点 就是也是跳点在同一个链接上面啊 是吧 也跳点在同一个链接 好,咱们来继续 咱们还有一个啊 咱们还有一个 嗯 叫什么呢 好,叫HIF 在这里面 咱们是另外最后一个啊 叫Root 把Root 把Root拿进来啊 干没了啊 然后呢 所以叫Root是吧 写吧 Root呢 是通过它的别名是吧 咱们刚才起的别名叫什么呢 看一下 编名 路由里面的别名 是不是叫URL啊 你在这里面呢 写个URL就行了 叫URL 好,在这里面的起个名字 起个名字就要入它吧 关一下哈 好,来,刷新 刷新 在这个地方呢 有,有如何对吧 我也点 哎,它有 也是跳在同一个链接上面 对吧 证明这种设计方法呢 是都是可行的 好,咱们的URL呢 就到就到这啊 我这样子 我这里就得到 好,来